阅读文章前辛苦您点下关注 方便讨论和分享 为了回馈您的支持 我将每日更新优质内容 在娱乐圈中 有许多明星在未出名前都会将自己的名字改掉 他们认为自己不火的原因是名字没起好 毕竟名字是每个人的识别标准 有时还能决定这个人的文化水准 其中就有五位女明星 被自己的名字给拖了后腿 因为他们的名字都偏男性化 导致一些观众只认脸不认人 随俊波 当这个演员名字说出来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不认识 但她却是一位实打实的美女 在电视剧《雪中汗刀行》中 她饰演的是床甲裴南伟 还有在《人世间》中饰演的郝东梅 虽然提名字记不起是谁 但要是说起饰演的角色 就会使大家印象深刻 随俊波从小出生在东北 从小她就热爱舞蹈 父母也非常支持她 在13岁那年 她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舞蹈学院 于是来到北京寻求发展 她开始学习专业的舞蹈技巧 然而 在一次演出时 她的身体意外受伤 迫使她不得不结束自己的舞蹈生涯 但她并没有选择放弃 她开始努力学习 通过不懈努力考上了中央戏剧院 与靳东等众位明星成为同学 在校期间 她经常会到剧组拍戏 表现得非常出色 同样也深受大家的喜欢 毕业后 随俊波就被一家公司签约 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她经常会与张寒宇等大牌明星 共同拍戏 并留下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其中《平凡之路》中 她饰演了一位极品身材的女强人 令人好生羡慕 还有在宫廷剧中 她饰演的萧淑菲 不仅造型很美 演技也很惊艳 但是 她的名字却不容易被记住 这也是她不火的主要原因 公司很多次都想给她起一个艺名 但却被拒绝了 随俊波认为 自己只是一位演员 只要把角色演好 能得到观众们的认可 就满意了 如今随俊波已经44岁 她依然在坚持自己的初心 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祝愿她事业蒸蒸日上 毛俊杰 毛俊杰在娱乐圈中拥有着人间游物的称呼 可谓是风情万种 她出生于山东 从小在演技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 大学时就已经开始拍戏了 人们刚认识她时是在电视剧《丑女无敌》当中 她饰演的是裴娜 毛俊杰将陪娜性感妖娆 妩媚多姿的外表 演绎的活灵活现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她更是出演了许多部作品 参加了很多综艺 但就是没有爆红起来 毛俊杰认为 自己的名字太难信化了 也曾想过要改名字的问题 她的父亲拒绝了她 要让她看清现实 不要忘了本分 好在她并未放弃演艺生涯 继续选择拍戏 在《芈月传》《花火》等多部影视剧中都有她的身影 虽然毛俊杰在娱乐圈中一直不温不火 但她在做生意上如日中天 是一位有名的商人 她投资过许多的影视剧 以及诸多产业 是一位非常霸气的女总裁 范志博 范志博被称为娱乐圈中的帅小伙 因为光听名字就觉得像个男生 但其实她是一位既漂亮又有气质的美女 范志博出生于东北 她的父亲是明军人 从小她就是她父亲为偶像 也许是受她父亲的影响 在她的演艺生涯中 基本都与主旋律有关 她是一位非常低调内敛的演员 虽说与张子怡、徐帆齐名 但唯一不同的是她只拍证据 类似于那些大尺度裸露的剧情 她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掉 众所周知 主旋律电视剧需要演员讲官腔 台词也很正式 令许多演员很是头疼 但范志博从未放弃 一直都在坚持 在女装甲团、女子监狱、英雄荣耀、建党伟业等 多部影视剧中都能看到她正义凛然的身影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令人很是敬佩 她凭借多部作品 荣获精英奖、百合奖等众多奖项 以及影后头衔 甚至还有国家一级演员称谓等等 网友们纷纷感叹 实至名归 范志博很淡薄名利 也很少出现在大众视线里 她认为只要把好的作品带给观众 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她在演艺事业中 已经度过28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期待她可以呈现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来 朱杰 在娱乐圈中带有杰字的明星有许多 例如周杰伦、林俊杰、张杰等等 而朱杰却是一位极其低调 而又不失风度的女演员 可能大家对她不太了解 但是一提到电视剧雪豹中 周卫国的未婚妻肖雅 为保护周卫国选择自尽的场面 一定印象特别深刻 还有在《潜伏》中饰演的穆婉秋 丈母娘来了 《独生子》等众多电视剧中都有她的身影 据说她在拍完电视剧《猎场》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荧幕上了 可能她在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实朱杰最热爱的并不是去拍戏 而是文学她认为只有不断学习提升自己 才能呈现出更好的作品 并且她对演戏剧本的要求也很高 她从不考虑能赚多少钱 而是如何把戏演好 得到大众认可 虽说她出演的作品不是很多 但质量都很高 如今的她也已经渐渐地淡出了娱乐圈 开始热爱自己的生活 林鹏 娱乐圈中的演员恰巧有两位都是叫林鹏的 分别为一男一女 男林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在电视剧《闪耀的他》中 饰演的林月将人物刻画得非常精彩 而女林鹏就是有着龙女郎之称 因为当初成龙看中她的前置 再之后她的影视剧中都能看到林鹏的身影 要说慧眼石珠最初还得是张艺谋导演 林鹏的家境十分贫寒 小时候就经历了父母关系的破裂 之后她便与母亲相依为命 为了生活起居 林鹏开始努力赚钱 她决定走演艺这条路线 母亲也很支持她 林鹏开始应聘兼职模特 李仪小姐之后又做主持人 但凡能赚钱的工作 她都不会落下 她就这样一直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直到在2088年 林鹏被张艺谋看中 参加了奥运会表演 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 之后参演影视剧《大兵小将倩女幽魂》等等 她拥有了一切好的资源 纵使先后有两位贵人相助 但她却一直不温不火 迄今为止 观众们看到她时都不知道她叫什么 只知道在哪部剧中她出演的什么角色 希望她未来能呈现出更好的作品 有朝一日可以爆火 娱乐圈中不温不火的演员还有很多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名字太过于男性化 很难让观众记住 也可能是演技问题 总之 演戏评的是真本事 对于人有没有名气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让我们期待他们日后可以带来更优秀的作品